核酸检测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依据 那除了做核酸检测 新冠自测方案也正式出炉 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决定在核酸检测的基础之上 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 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 批准南京诺维赞 北京基沃夫 深圳华大英园 广州万福生物 北京华科泰生物的新冠抗原产品 自测应用申请变更 自此五款新冠抗原自测产品正式上市 那么在进行新冠抗原自测的时候 有哪些注意事项 用完的自测试剂该如何处置 还有自测结果成阳性或阴性 分别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呢 下面通过一个短片为您解答 自测有哪些注意事项 抗原自测前准备事项 包括洗手试剂准备等 需要注意的是 胶体筋试纸条检测 一般要求在14摄氏度至30摄氏度常温条件下 避免过冷 过热或过度潮湿环境 导致检测结果异常 用完的自测试剂如何处理 隔离观察人员的检测结果 不论阴性还是阳性 所有使用后的采样式子 采样管 检测卡等 装入密封袋 由管理人员参照医疗废物或按程序处理 社区居民检测结果阴性的 使用后的所有鼻视子 采样管 检测卡等 装入密封袋后 作为一般垃圾处理 检测结果阳性的 在人员转运时 一并交由医疗机构 按照医疗废物处理 自测结果阳性或阴性 分别如何处置 抗原检测阳性的 不论是否有呼吸道 发热等症状 居民应当立即向 所在社区村镇报告 再转运至 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进行核酸检测 抗原检测阴性的 无症状的居民可密切观察 需要时再进行 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 有症状的居民 建议尽快前往 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就诊 进行核酸检测 如不便就诊 则应当居家自我隔离 避免外出活动 连续五天 每天进行一次 抗原自测